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如果是之前有投过票的话 那你要去哪里查询你的选民登记状态 如果你之前没有投过票 或者是你搬家了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你要重新注册选民 或者是你要把你自己变成共和党 你这个要怎么去做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那一集节目 欢迎扫描二维码去看我们的上一集节目 那今天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要跟大家来讨论 就是当你注册成为选民了之后 就这些事情你全部都搞定了之后 那么在初选的这个过程中 你要怎么投票 你到底如何选择你要投给谁 还有在没拿到选票之前 你怎么知道你这次投票 到底要投给哪些人 要投给哪些职位 如何来预览自己的选票 今天的这些内容 都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讨论到的 那刚开始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你想要提前预览自己的选票 就是说我不想要等到 这个政府计完了之后 就剩那么几天 然后我要去研究一大堆人 这个时间真的是不是很够用 所以我怎么样从现在开始 我就要看到 我要投票给谁 然后这些候选人 到底哪有哪一些职位需要投票 然后有哪一些候选人 我需要去看 如何先预览自己的选票 请大家登陆这样一个网站 我们会打在这个屏幕上面 然后到时候呢 会在留言区 还有信息栏 我们都会放这样的一个网址 你只要进到这个网址里面 他会问你说 你的住址是在哪里 你把你们家的住址给输入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你的选票是什么 那你这个选票上面呢 会有所有要竞选的职位 你要投票的职位 还有候选人的名字 以及你需要投票的公投案 那你登陆进去这个网站之后 你会发现说 这里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说今年的这个初选的选票 还有一个是大选的选票 大选的先不用看 你看上面的 你点上面那个初选 3月5号的选票 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 那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选票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选区在哪里 然后哪些职位需要我们来投票 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在初选的时候 候选人之多 有一些是非常热门的选区的话 候选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在一个职位里面 那么我相信呢 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 就是这样 如何去选择候选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其实在全世界都通用了 当然了 我只是就是有民主投票的国家 对 如果说投票权都没有的话 那就 你如果住北韩的话 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个东西 对 如果你住在一个没有投票权的国家 大家也想体验这种感觉 欢迎关注美国的选举 那其实呢 在投票里面 就是我们主要是针对现在的美国来讲 因为我们这次是美国的这个初选嘛 那如果在这个美国的选举里面 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了 就第一点就是 千万不要投票给民主党人 对 因为民主对大家来说是一个 特别对现在的社会来讲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字 好像什么东西就是民主 民主代表进步 民主代表先进 有文化 是跟世界 以前的 在民主出现之前都不一样的一个制度 而且是 就是当你一提到民主两个字 你就会觉得说 哇民主党 哎在他这里有民主 但后来你发现 不是在他这里有共产 对 就像说任何国家的名字 上面如果写人民的话 就是特别不在乎人民 如果有共和的话 就特别不在乎共和 有民主的话 就特别不在乎民主 特别去打压民主 所以说呃 大家可以 透过这个样子的一个筛选法 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党派是什么样子 那首先真的就是不要投票给民主党 美国的民主党是非常非常邪恶的政党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偏激呀 就是哎 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 我也知道你们是共和党哈 但是是不是就是说民主党 这个你就是如此否认 就是说千万不要投票给民主党 这种说法是不是一种非常极端 或者是非常激进 或者没有考虑到例外的 呃这样的因素 就是说是不是民主党里面 还有比较OK 或者是不错的候选人 啊那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说 这些人的性格怎么样 我们也不讨论他们为人处事怎么样 只要他是在这个民主党里面 我们就说他支持的理念 到底都是什么东西 其实他们的理念 绝大多数都是反基本常识 然后反人权反人类 就是你绝对不会想要让他们任何的一个措施 去实行在你的家庭里 去实行在你的社区 还有我们的国家里面 那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那第一点就是说 只要是民主党人的话 那当然了是他们党的这样一个方向 他们就是不支持生命权的 那我们在这里谈到的这个生命权 大家会想到说 妈妈肚子里的胎儿 就是这些还没有出生的这些婴儿的生命 其实不仅仅是这些生命 他们也是反对你有自己的 有权利去保护自己的 就他们反对的不仅仅是说 没出生人的生命权 其实出生之后人的生命 他们也是不在乎的 没有错 那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是反对生命的 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是想要建立一个 由上而下的一个机制在这个地方 各位如果说 我在讨论就是民主党目前政策之前 民主党的历史是非常非常肮脏的 他们支持奴役制度 他们是创造KKK的党 3K党的党 然后他们希望可以种族隔离 他们现在还是希望种族隔离 只是现在他们想要把白人踢出去 然后把黑人留下来 以前是把白人留下来 把黑人踢出去 他们希望你在坐公车的时候 是黑人坐一边白人坐一边 他们希望是有特权的 所以这个党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政党 就在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里面叫做民主党 他们什么东西都觉得说 我只要有多数我就可以来掌权 来掌控这个东西 他们不在乎宪法 他们想要推翻宪法所有的制度 我们后面这个宪法上面写的这些东西 生命权 追求自由 追求幸福的权利 然后那个 in God we trust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他们反对的 民主党的基督徒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基督徒里面的圣经 圣经里面教导的所有东西 所以民主党一直以来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 你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还是现在看 民主党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他们唯一做的正确决定 就是把民主这两个字 放在他们的党里面 然后用这两个字就骗了很多的人 那除了生命权之外 第二点他们是反对传统婚姻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认为 婚姻不只限于说 男人跟女人之间可以结婚 然后他们也不认为说 有一部分非常极端的 他们也不认为说 婚姻只限于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他们甚至是 很多人是支持说 我们是支持一群人 就是婚姻不限人数 这个有 然后他们说只要是爱 两个男人两个女人 就随便怎么样都行 所以他们是完全是违反 正常的这种 上帝创造的男人跟女人 设立了婚姻制度 他们是完全违反的 你现在仔细想看 现在你听过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爱就是爱 爱没有罪 爱什么 反正你只要听到 爱这个字是被民主打烂的 现在的爱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现在的婚姻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婚姻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 婚姻只是一张纸而已 这个样子的想法就是在民主的制度下面出现的 这个样子的想法失去了婚姻的神圣性 失去了婚姻一夫一妻之间的这个契约内容 我们现在的所有婚姻里面的破裂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都是用爱 女权 还有各方面这个东西来去 以民主的制度来去推翻的 所以说民主党这个党 在婚姻上面 他是完全不支持婚姻的 他是要用 他没有办法直接摧毁婚姻 说从此以后我们现在不结婚了 反而就是说 一直把婚姻的制度灌水 你可以跟男的跟男的结婚 女的跟女的结婚 你可以跟你的狗结婚 你可以跟一堆男的结婚 你可以跟一堆女的结婚 你们可以一堆人一起结婚 家庭加天下的概念 所以说摧毁婚姻 摧毁家庭是他们的使命 是他们的目标 是他们的纪律 所以说这一点 也是我们不能投给他们的原因 那还有一点 就是华人来讲了 大家非常非常注意的 注重的这一点 就是社区安全 你会看到 太惨了 我们看到很多新闻 就是华人的老头老太太 对吧 然后在去超市 只是买个东西而已 然后结果被这些罪犯 在那里暴打 然后打完了之后 打的满脸都是血 然后被人什么开车 拖出去多少多少 然后身上的钱 全部都被抢完了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民主党的一个制度 他们释放罪犯 他们纵容打砸抢 我们看到在Arcadia Mall 就在我们南加州Arcadia Mall 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化妆品店 然后这个药品店等等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被锁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不仅有人进去打砸抢 还有人偷东西 这个是我自己跑去问店员 就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么多 如此之普通 20块钱以下的东西 我说你锁他干什么 他说因为大家会偷 所以他们是释放这些罪犯 是纵容打砸抢 而且是他们不会去定罪这些犯罪者 这些犯罪者 通常警察千辛万苦 把他们给抓进去了 结果后来警察一下班 发现说 这人怎么出来的比我下班还早呢 所以就是说 这些人不去定罪他们 包括在加州 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法案 就是950块钱以下 对吧 你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你偷东西抢东西 只要不超过950块钱就好了 所以所有的这些犯罪行为 都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影响我们的老人 影响我们的孩子 影响我们的女人 甚至有很多男人 他们也说打就打 说抢就抢 也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些让我们社会造成 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些因素 都是因为民主党人制定的法律 大家如果是跟我一样 是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 就是我大概国中的时候 你那时候听1300的时候 中讯高宁 就会在节目上面讲说 哎呀美国的警察 其实是怎样怎样 然后现在呢 有一个three strike law 然后你只要犯罪超过三次的话 你这一生就毁了 各方面这样的东西 他们一直在讲的就是 警察很坏 警察是坏人 警察的权力越弱越好 然后呢 这些罪犯很可怜 这些罪犯其实是穷人 他们其实不是去偷 Nike的球鞋 他们其实是肚子饿到 只能去偷面包 然后我们反而是要帮助 这些罪犯 他们要各式各样 很奇怪的理由 来去合理化所有的犯罪 现在加州可以从我们以前 我以前小时候 大家是守法的 大家是彼此尊重的情况下 现在变成一个犯罪天堂 吸毒的人满街跑 然后呢 在那个Downtown LA那个地方 一堆人在那边 然后呢 打砸抢 然后只要你是黑人 只要你是老末 只要你是非法移民 政府哪里没有办法 邻居哪里没办法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为所欲为 但是如果说你少赴税 然后呢 你这个stop sign没停 警察是把你盯得死死的 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去 允许犯罪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 干扰我们的生活 打我们的生活 像如果你加倍闯空门 警察去 他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 笔录去写一写 然后就说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然后他们就回家了 每一次发生的事情 都是这个样子 警察没有能力去办案 也不想要去办案 办了案也没有用 因为马上这些犯罪的人 就会被放出来 等于说 光是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不能投给 民主党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 那还有一点就是 民主党是支持高税收 说白了 就是民主党根本就是 他们支持共产主义的党 他希望说 你赚的这些钱 都不属于你的钱包 不属于你的荷包 就说你这个人 怎么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赚这些钱 你多拿出来一部分 我们大家一起拿这个钱 去建立什么 结果他拿你这个钱 去干什么 他拿你这个钱 把你的钱 去给到堕胎诊所 说我们多建几个堕胎诊所 我们多杀一些婴儿 然后我们多保护女人 自由的权利 然后他拿你这个钱 去干什么 去给这些非法移民 现在非法移民来了 对吧 你给他们完全免费的健保 你给他们吃 给他们住 甚至我还看到说 非法移民 在纽约那边说 到了宾馆里头 居然还有苹果电脑 可以让他们上网去玩 所以这都是你的钱 有多少的家庭 都没有办法 给自己家里 买一个苹果电脑 因为太贵了 但是我们可以说 你咋这么没有爱心呢 你咋这么没有同理心呢 你如果要不交这个钱 你得到的 还不是社会上的谴责 你看看你敢不交税 你试试 他都不是说 来咱们大家一起做 不是 是你必须 我政府通过了 我们就是这一帮人通过了 我们就是立这个法 你必须要把这个钱给收上 因为我们必须就是要需要这笔钱 所以他拿了这些高税收之外 拿这个钱去给homeless盖房子 然后去给那些吸毒的 没有办法生活自理的 这些homeless 给他们建吸毒所 让他们进去继续吸毒 让这些人 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翻身 他们的生命基本上也就到这里 也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们的圆满的句号 就是画在政府给他们建的吸毒所的里面 高税收不只是你的税会被提高而已 所有的企业税也都会被提高 企业税被提高是什么意思 就是企业它没办法成长 因为它多余的钱 本来是要拿来扩张自己的这个事业版图的 现在全部要被拿去收税 加州的有钱人 几乎付了加州超过一半以上的这些税收 穷人其实付得很少 然后这些原本是可以拿来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 然后扩张这个事业 然后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公司 现在全部被拿去政府去收税 然后去给这些所谓的穷人 然后帮助穷人 我们不是在反对帮助穷人 我们觉得税是有必要的 像说警察你是需要税收的 边境管理是需要税收的 然后我们的这些什么TSA 各方面的这些政府给出去的服务是需要税收的 但是现在他们使用我们的税 是去雇一堆社工 然后呢不要警察做事 不要鼓励人家犯罪 建立吸毒所各方面的 然后要更多的社工跟医疗人员 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做 然后就去那个地方领钱 他们是在创造出来一个福利的社会 然后还有一个政府保障下的工作的社会制度 所以我们不支持民主党推崇的高税收 而且民主党呢还是完全否而大政府 就是他们希望说政府能够建立更多的分支机构 然后越多分支机构越好 雇越多的员工越好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只要政府越大 他们提供的服务的项目还有内容就会越全面 但其实并不是 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会拿从你口袋里拿出来的钱 去养一大堆的人 然后在这里面会有很多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的腐败的问题产生 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不仅仅这样 你会发现你办事越来越困难了 就它其实根本就没有更简单 你以为说人多了机构大了 然后所以我去到哪里就会变得比较方便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政府越来越大 它的权力就越来越集中 所以这就是那些立法委员 他们可以立法说 只要我们州长说谁谁谁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法律上面 比如说我给他们多拨款 或者我给他们惩罚 我不给他们拨款等等等等 其实这样子是创造一个巨大无比的政府 那什么叫大政府的概念呢 就是从中国来的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太用多讲吧 大家都深有体会 大政府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制度 我们华人 我们会不管是从台湾来的 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还是从香港来的 我们对政府是有一个幻想的 我们会觉得说政府会是好的 政府是为了我们好的 政府都是为了为了人民想 我们要一个民军出来 但是实际上就是没有人会为了你想 任何一个政府它只会不断的扩大 任何一个政府它目的就是要扩大 就是要说你听我的就好 每一个政府都会派出来一堆专家 什么Dr. Fauci 然后什么那个NIH的那个人 他还是个什么很虔诚的一个 Evangelical的基督徒 各方面这种东西 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你说 我叫你戴口罩 你就要戴口罩 我叫你6 feet apart 你就要6 feet apart 我叫你干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 如果说你没有去做 你没有去服从的话 你就是社会的敌人 社会会乱就是你的问题 但是同时刚刚说到那一串 他们想要把你的钱全部都拿走 然后呢 支持你去犯罪 然后呢去外面打砸抢 然后呢支持你杀婴儿 支持你不尊重生命 然后呢支持你在婚姻里面败坏 然后支持你去犯奸淫 各方面这个东西 他们想要世界乱成一团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他希望我们都是不能控制自己 没有办法保持自己圣洁的一群人 然后他们是人民保姆 人民保姆 这个是台湾的警察的一个称号 就是说他们就是要来管你的 他们就是要来管人民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想法 你如果是自由的话 你如果是刚强的人的话 你就不需要一个大政府在这个地方 你更不需要共产主义来帮你促成和平 因为你想要得到你的劳力创造出来的财富 所以说不管是大政府还是共产主义 这两个东西我们都是拒绝的 但刚好全部都是民主党他们的政策 所以刚才我们列数 那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理由 但是刚才就是大概能想到的 说几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就是千千万万不要投票给民主党 那除了民主党之外呢 你在选票上还会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共和党这样的选项 那你说只要是共和党的人 他们就全部都OK吗 当然也不是这个样子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 共和党里也是有人会支持这些东西的 所以你在选票上会看到 这些民主党人 他们的名字旁边都有个括号 那括号里面写个D 写D的这个就是民主党人 那这些人就完全不会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 那之后呢 我们就要考虑说 共和党人 共和党人呢 就是一个名字旁边括号里面写个R 那写个R这个呢 就是共和党人 那在共和党人当中呢 我们要怎么在这些人里面 扒拉扒拉出来 就是说哎这个初选里面就五六七八个人竞选这一个职位 就是我怎么在这些共和党人里面挑出来那一位是OK的呢 就像我们讲了 党派其实并不能代表每一个人他全部的强法 也就是说他说他是共和党 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 Perfect 就是完全完美的人 并不是哈 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几个 就是我们会如何使用哪一些标准来判断 就是在初选里面众多的共和党人里面 我们要怎么去给他们投票 那第一个呢 就是保护上帝赐给我们的权利 而非政府 遵守 The law of nature and nature's guide OK 自然法则和自然之上帝的法则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什么是人给的法律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立法委员在那边弄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那东西就是 你是属于他们控制下面的 你是要遵从他们立出来的法律的 你是要遵从他们的 而nature's guide 自然之上帝的法则 就是神给我们的法律 神给我们的人权 这些是什么 全部都写在我们的宪法还有人权法案上面 我们是人 我们有责任要来管好我们的人生 我们有义务要来遵守神的法律 我们有义务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炎做光 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了解的 你就算不是基督徒 你也希望你有神给的律法 而不是政府给的法律 因为政府给的法律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我们就拿婚姻这个制度来讲好了 婚姻原本是神的制度 一男一女很简单没有任何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一男一女老婆老公 结果你如果说把这个制度交给政府之后 如果说我们投票说 从此以后婚姻这个制度 不是上帝说的不是神说的 这不是这个圣经里面的制度 而是政府制定的制度的时候 政府就可以把这个制度改成乱七八糟的样子 你可以跟你的狗结婚 你可以跟你的猫结婚 你可以跟你自己结婚 你可以跟一个什么日本那个什么初音 那个娃娃在那边结婚 所以说当我们守护法律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 我们的这些候选人守护的是什么法律 那个Daniel Mercury他讲的非常好 他当州长的话 他守护的是神给我们的自由 是神给我们的人权 而不是什么法律上面写什么 人权法案各方面这些东西 他要保护的是神的律法 这个样子他才不会变 因为你只要是政府制定的法律的话 就会变来变去 就会乱七八糟 所以说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一点 对就像我今天上网还看到一句话 就是说创造三权分立杖制度那个人 孟德斯鳩 他就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说当然了 这个就是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些话 非常非常有道理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人制定的法律 人可以制定法律 但是人制定的法律 必须要在上帝的法则之下 也就是说人可以制定法律 对吧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社区里面 然后怎么样 但是我们制定的法律 必须要符合上帝的公义 也就是说人制定的法律 不可以 而且也没有权利 去违反上帝的律法 我们不能够制造违反上帝律法的法律 我们的一切的法律 都要在上帝的法则之下 我们去规定这样的一个法律 这样出来的这个法律 如果说你是遵从上帝的律法 这样立出来的法律 就不会伤害到其他的人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 包括我们的立法委员 他们是完全去嘲笑上帝的存在 他们完全去否认上帝的存在 他们完全就是不想要被上帝的律法 挟管 所以他们去列了一大堆法律 然后这个法律就像你讲的 变来变去 今天一堆人同意 就是说我们通过了 然后过两天就说 我又不同过了 我又收回 或者我要改 我改成这样改成那 上帝的话安定在天 永远都不会改变 人呢 只要这个人任期下雨了 再换一个人上来 哪怕他就在他任期之内 他这个同样的东西都会变来变去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要维护的 或者是我们需要出来代表我们的人 是让他能够维护上帝的法则 上帝的法则赐给我们的自由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才有真的自由啊 政府如果冒充上帝这样的一个角色 说我给你自由 不是 他给你的绝对不是自由 而是辖制 好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候选人他怎样 他是不是遵守 并且维护美国的宪法 美国宪法是改变世界的一套宪法 从美国立宪开始之后 现在之后是每一个国家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开始 不管是君主立宪 还是各方面 反正就是立宪制 这个东西就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面 所以宪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遵守宪法 民主党也说他们遵守宪法 共和党也说他们遵守宪法 但是他们每一个解释宪法的方式都不一样 他们把宪法当成是一个 圣经里面的一个章节 然后呢觉得说 我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婚姻一夫一妻 但是这个跟这个人权好像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们要知道就是 他们不但是要维护美国的宪法 他们不但是要了解美国的宪法 而且他们还要知道 宪法背后是什么意思 他们不可以随便的扭曲 宪法里面的内容 包括我们最常听到的 这个 政教分离 OK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然后呢很多人会说 这是在宪法里面的 其实根本就不在宪法里面 宪法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一段字 但是很多的人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总之 我们要知道这些代表我们去国会的 去州议会的 这些共和党的人 他们是了解美国的宪法 然后他们是爱宪法 然后他们守护宪法是有目标的 因为宪法的目的是什么 宪法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政府 而是要缩小政府的规模 然后来保护人民的自由 还有人民的主权 还有人民的独立 宪法是要创造刚强的美国人 而不是一堆懒散 然后需要政府当妈妈的 政府当保姆的那些美国人 所以说守护美国宪法 大家都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 建造刚强的美国的那些人 而不是想要让人越变越软弱 然后呢警察越来越没有力 但是又有很多警察在那边管理的 那个一个名义代表 对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挑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他会支持限制政府的权力过大 而且反对政府浪费纳税金 就像说去建立这些吸毒所 让那些人就是一直去吸毒 然后在那里就吸到死掉 或者是用人民的纳税金 去建多台诊所 就是等等等等了 反正就是用纳税金 就不是America first 就这么说吧 就是说你如果这个纳税金 是真的用来建造美国 然后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That's good That's okay 但是如果说你拿这个钱 然后打着这样的名义 其实是去做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这个人一定要反对政府 这样去浪费纳税金 而且还有就是他一定要反对 政府的权力过大 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共和党人 就是被大家称为是Ryno的 这一部分人吧 其实他们是会支持大政府的 我们在上一次的选举 2022年的时候 我们有采访过一个国会议员候选人 那当然后来我们选择 没有去播那一集节目 因为播出来的话 就会让大家误会说 我们是不是在帮他背书 或者帮他宣传 那当时那个人来 录过这一次节目之后 我们在节目里面录的时候 就有聊到说政府权力的问题 那他嘴上是说说 我支持小政府 但是他支持说 用政府的权力去盖各种各样的机构 然后扩大各种各样的机构 然后让政府盖一堆什么那种 工厂 工厂 在学校旁边 对 然后呢 学生放学了 毕业了之后 就直接到那个工厂里面上班 然后就直接这样子过去 无限接轨这个样子 那政府可以能力分班 对不对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什么样的人 政府 我们现在政府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就 人民就往那个方向去吧 讲这样的东西 大家没听过吗 对 就所以 就他嘴巴上是说呀 他说我是支持小政府 可是他 你在一听他说这个事 他支持的idea 不是他是for大政府 对 然后他那个时候 我最不能接受 就是我因为他持枪权 这个东西 他说我支持持枪权 然后持枪权很重要 我们是美国人 但是 有些什么 AR-15 这种什么 military weapon 平民就不要有 这种东西 这种枪啊 政府有就好了 我那个时候我就 你那时候在吗 在 脸就黑了 你看到我的脸 你是谁啊 你来干嘛的 拿我枪 滚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候选人哈 他是一定要反对堕胎 然后支持一男一女婚姻 很多人就想说 哎呀 金属怎么没完没了了 怎么还在讨论这个堕胎的问题 ROVE不都已经推翻了吗 但是你会一直看到 这个问题在 今年的大选里面 他还是 一个基本上是最热门的话题 而且不仅仅是最热门的话题 而且是你会看到民主党人 想要一直翻牌的 这样一个事情 ROVE被推翻了 他以后可能有第二个ROVE的 然后也有可能用 其他各种各样的法案 反正他们就是不会停止 一直去尝试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 不管我们选的是国家的啦 就是说 国会议员级别的 这种联邦级别的官员 也好 或者是州的地方的 这样的人 他必须必须要 非常坚定的这样一个立场 就是他反对堕胎 他是支持生命的 而且要支持一男一女婚姻的 那如果你要说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 就是 反对堕胎这个事情 是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因为圣经里面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不能够流无辜人的血 那在诗篇139篇13到16节 在这里也讲到说 一个这个未出生的婴儿 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复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所以圣经里面 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 神对每一个他创造的生命 都有他的命定和安排 还有护照 哪怕这个胎儿 我们都还不知道 有的女人都还不知道 自己怀孕了的时候 神就说他已经把这个婴儿的名字 写在他的册上 而且他已经看到 而且已经为他锁定了他的日子 所以从圣经的角度 从基督徒的角度 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就说为什么我们要支持生命权的 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在保守派的群体里面 保守派 这个群体里面 还是有人讲到说 这个堕胎 他就觉得说 这个是女性的自由 就说基督徒疯了 一直去反对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非基督徒来讲 如果讲这个事情 有太多角度的理由 也可以说得通 第一 什么 就是这些泰儿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美国人 我们不能够找一个理由 找一个借口 说一个漂亮的名字 这个一直都是共产主义 在做的事情 就是他们把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事情 给包装成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事情 说一些 对 自由 他按一个好词 这个词是非常积极 非常正面的 就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太棒了 这个也是民主党人 一直在走的路线 包括他们所有利益的法案 你会看到他们名字 都起得非常漂亮 其实里面内容是非常邪恶 非常不堪的 那当然这个堕胎的事情 同样 他们杀的就是美国人 如果我们都认同 自己是美国人的话 他们杀害的就是美国人 你怎么样能够光明正大的 去杀害和我们一样的人呢 怎么样的 你就把这个东西 讲的好听一点就好了 你就忽悠起来 一群人让这一群人 都去捍卫这个事情就好了 对吧 他就忽悠起来 女人说 这个是我们身体的自由 这个是我们的权利 其实他们是将人的生命 非人化 因为他们现在所有在argue 就是在吵的这个点都说 他们不是人 可是你怎么能够说 一个人他不是人 这个说实话 每个人心里面都非常清楚 胎儿到底是不是人 胎儿就是人 大家都知道 左派也知道 但是他们就是要将人的生命 非人化 而且用这种方式 去将杀人合法化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非常合理合法的通过 法律正当的手段 还有途径去杀死某一批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允许 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发生 虾皮被杀死的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呢 如果他要说哪天 你会觉得说很莫名其妙 对不对 但是你想 现在这个事情 已经不莫名其妙 男人跟女人的定义 他们都可以改变 他只要忽悠你 他只要用这种东西 去洗你的脑 很多人就会上当了 你说如果要是有一天 他就说 华人这个群体 其实是非常邪恶的 华人这个群体 他们来到美国之后 他们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们抢掉 我们孩子的机会 他们怎么样 其实他们这个种族 是非常非常邪恶的 所以如果你要是 反对奴隶制度的话 那你一定要反对 堕胎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比奴隶更加的残忍 这个是对无辜的人 合理的 合法的虐杀 那还有呢 就是社会风气 会不断的堕落 我们大家都看到 社会已经很糟糕 这个堕胎这个事 就是让男人 不要对家庭负责任 而且女人不去珍视 自己的价值 还有就是一个最简单 大家都知道 就后代无法延续 你把所有人都变成同性恋 所有人都去变性人 对不对 男的找男的 女的找女的 然后或者是他把自己的 生殖器官都切掉 然后美国人被合理合法的杀死 这些胎儿 你想想看 后代也无法延续 那之后人类的文明 要往哪里走 没有人了 大家全都去这样做的话 所以其实 不管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 或者是非基督徒的角度来讲 这些都是非常邪恶的事情 而且我们必须 要选一个我们的代表 去反对这些事情 那好 那接下来一点 就是我们要选的这样一个代表 他们是必须要维护法律的 他们是要促进法治的 他们是要保证社区安全的 我们不能选一个人说 哎呀 这个你看罪犯是吧 罪犯在这个牢里面 会得那个新冠肺炎 好可怕哦 所以我们赶快把他们都放出来 让他们到大街上跑一跑 对不对 跑到一个新鲜呼吸空气的地方 这样他们就不会 他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就有保证了 他们就不会得新冠肺炎了 所以我们就把罪犯全部都放出来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 去支持我们的社区安全 这个他才能够代表我们的心意 没有人希望住在一个不安全的社区里 哪怕左派的人 他们也希望住在安全的社区里面 只要是个人 大家都希望有个好的生活 好的环境去居住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 他是维护法治 维护治安 而且他是必须要支持社区安全的 还有一点就是教育权 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支持父母的教育权 而不是政府的教育权 我们这个东西讲了非常非常多次了 政府就是要来洗脑的 OK 教育跟洗脑 这两个字基本上是同一词 只是一个我们用来形容比较好的东西 一个我们用来形容比较坏的东西 我们要反对政府制定的这些洗脑的文化 这些LGBTQ 性化儿童的这些课程 然后反对CRT Critical Race Theory 这些种族歧视的教育课程 而且我们要反对现在所谓的 DEI 多元 平等 包容 这些我们听的都听烂了 然后还是他们每一天都可以找到 更多受害者的一个思想在那个地方 然后教育是要支持 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成功 而非政府通过不公益的手段 使别人得到同样的 使所有的人得到同样的结果 就是大部分就是在种族情况 在那边看到 像什么黑人的这个人数 在大学的比例 华人的人数在大学的比例 最近出来这个United Airline的这个事件 就是飞机的门突然就是 砰打开 然后手机掉 飞到一半 然后手机掉出去 为什么Elon Musk就说这是因为DEI 因为他们用肤色来去断定说有多少的人应该要在这个机舱里面当飞行员 所以说他们就hide了一堆黑人 然后一堆墨西哥人 不是他们找这个飞行员不是他飞了多少个小时 他成功的Land几次 他有多么成功 而是他是不是黑人 他是不是少数主义 所以有这个事情发生是因为操作失误 然后就是不专业的操作 所以 不只是不专业的操作 他不只是那个cockpit里面 那个驾驶舱里面 他是包括地勤人员 还有安检人员 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 只要是那一间公司里面的 他就是要开始堆一堆 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是业务并不是那么合格的 但是只是因为他们的肤色 所以他们得到了这些关乎人命安危的工作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么可怕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真的要重新掌握我们的教育 因为各位在美国读书的 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教育这几年改得非常非常的多 我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美国了 美国已经不是不会打小孩 然后很多元 然后很包容 然后每一个小孩都有机会 然后每一个小孩可以在学校里面 找到自己方向的一个学校环境了 而变成是一个天天在洗脑小孩 你要去变性 你可能是个变性人 然后你被打压了 然后你要起来当革命知识 推翻传统的婚姻 传统这些东西 反正我们要选的候选人 一定是要支持父母亲自教育小孩的 我们一定要支持就是 他会让父母有父母教育孩子的自由 而不是说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面 没有任何的说法 加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Gavin Newsom可以去告 Chino的校董会 然后可以去告Termacula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说父母不应该在小孩的教育上面有任何的说法 你们不应该有任何的信仰传承 你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文化传承 你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家庭架构在这个地方 小孩就是应该听政府的 就是应该听学校的 就是应该听老师的 这样子绝对不是我们要的生活 不是我们要的家庭 不是我们要的政府 所以说投票的时候 千万不能投给支持那个样子的法案的共和党人 还是民主党人 我们是要支持父母掌控教育权的候选人 那今天呢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就是说在投票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选择候选人 什么样的候选人 我们应该投票支持 什么样的候选人 我们就是看也不需要看 不用浪费时间 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如果你要觉得说 我们这一期节目有很大帮助的话 也欢迎大家点赞 转发 支持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